印度总理莫迪六月做客白宫 外界都知道他除了是谈美印国防战略 更是去替印度找商机 印度年度半导体峰会28号在莫迪家乡古吉拉特邦登场 六月的访美型成果也揭晓 莫迪坐一旁听到这句马上鼓掌 当时在白宫密会美国科技大咖谈合作 确实起了作用 超维年底前就要启用新的班加罗尔设计园区 占地超过一万四千坪 是超维在全球最大的研发中心 预计将创造三千个工程师职缺 助攻印度培养半导体人才 台场也看好这个新伙伴 刘洋伟承诺以水牛精神 协助印度建立半导体产业 莫迪听了很开心 美台大场面前莫迪巧妙拿民主当共同语言 美中地缘政治风险之下 全球半导体供应版图迎来洗牌机会 印度想抢当晶片制造大国 但专家分析水电等基础设备不够力 保护主义贸易也是问题 要形成半导体聚落 可能还有段路要走 进行无论一切红衣报道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静善静美 静好新闻